大家好 我是讲故事老范 今天啊 跟大家讲讲一个新的业态吧 叫及时零售 这个呢 从哪讲起呢 大概是在六年前还是在七年前 那个时候呢 我已经开始在猎豹里边开始做投资 然后有一个小伙子就找到我啊 说我要创业 我说你要做什么呢 他说这个想做一些跟这个当时还比较火的东西 就是线上跟线下互动 说我们要做个这样的东西 后来我说你原来是干嘛的呀 创业吧 他总是要有一个背景 他说他原来啊 是这个管理这个快递站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现在知道很多这种快递公司啊 他是有这种快递站的 就是说呃一个站点 然后呢 这个有一批快递员啊在里面 然后呢 他来管理这个东西 就是就是有很多这个我忘了它是哪个快递站了 就是他有一些快递站是这个连锁加盟制 啊 就是你给这个快递公司一笔钱 然后呢 这个你就可以加盟成为一个快递站 就是在某一个地区他分给你一块地方 然后你去啊 自己去招聘快递员 然后去管理他们 然后去把所有派送这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快券给他送掉 啊 他说我是干这个的 就是有这个快递站的这个管理经验 还有这个快递员的招募培训和管理经验啊 我能干这个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所有送外卖啊 什么这个事呢 应该是有机会的 后来我说有送外卖的呀 这么多人在送 对吧 这个 他说他他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哎 当时说想做什么呢 就是叫跑腿服务 哎 这个跑腿服务呢 我还记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当时我说我对这个业态不是特别看得明白吧 我说咱们呃 不行 你先坐着呗 就是已经不能说你要创业就一定要有人给你钱吧 对吧 你可以自己也有钱 他那个那个小伙子自己也有些钱 对吧 这个先坐起来 如果那个能够摸索出这些东西 然后咱们再说后边的事嘛 然后他就开始干了 就在我们办公室附近啊 他就他就开始这个开启了他的这个新业务 这个业务是什么呢 就是啊 你可以啊 用他的这个人啊 去做一些这个呃 奇奇怪怪的事情 当时呢 还没有这种呃 特别特别简单 特别方便的那么多的那种 就是当时的外卖基本上就是午饭啊 午饭晚饭啊 其他的很多东西 其实这种跑腿没有那么方便啊 当时我说那咱们试试呗 对吧 然后叫了他一单服务 叫了什么呢 我说我想吃黄瓜了 对吧 我说这个我提了一个要求 我说我呀 想要这个 削了皮的冰镇的黄瓜 对吧 而且要小黄瓜 不要大黄瓜 这个他就派了一个快递员啊 然后去 呃 某一个在我们附近最近的一个菜市场啊 买了黄瓜 然后呢 这个找了这个矿泉水 把它洗干净 然后削了皮 然后装的那个 呃 一个下的是冰 上面是也装在盒里给我送来了 哎 我觉得这还行哈 然后我说那咱们就就你们就推推试试呗 哎 后来推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项目最后挂掉 啊 挂掉的几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用这个管理快递员啊 这个方式呢 啊 来去管理这种这个啊 跑腿服务的这些人呢 他支付不起这个成本 为什么呢 快递员啊 就是说你每天的单量啊 是固定的啊 就是他有一个基础单量 就是说我到底有多少单进来啊 有多少单出去啊 就是你能接多少单 然后能发多少单 他是这样的 而且快递员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收入是接单 就是派单这个事呢 就是 呃 每天大概啊 就派一单多少钱 其实很少的 但是接单呢 是这个还比较挣钱啊 接单还比较挣钱 他们呢 是 管理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招一帮人培训 培训完了以后呢 这个包吃包住啊 就是他他给的薪水非常少 但是呢 他这个在很远的地方 包吃包住 然后当比如说他承包的这个片区可能在城里 哎 每天早上起来呢 他会用一个车把这些快递员 啊 都拉到这个城里来 然后呢 在这一个区域里头 啊 比如说有这个 电动自行车有什么这些东西就放在这个城里的这个区域 但是这些人呢 平时都住在远郊区县啊 咱那边包吃包住 然后这个每天早上拉进来 每天晚上拉出去 哎 他用这种方式呢 他认为 哎 可以最大的这个降低啊 这个快递员的这个成本啊 就是要不然的话 你说我要雇一个人在城里雇一个人肯定比较贵嘛 而我可以保证服务质量啊 保证服务品质 然后穿上 统一的这个衣服 然后这个去去搞这个这个派送 但是呢 我又晚上呢 让他们到很远郊的这个远郊区县去住 啊 这个这个过程呢 我可以把这个成本降低啊 他是这么来思考这个问题的 啊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就是 这个光靠这个跑腿跑单的这个这个活啊 没那么多 对吧 他这个没有那么 去去集中的一个说我有那么多的单可以让你去送这个事 其实没有 后来这个像美团也好 像京东也好 像阿里 就大家都开始提供这种服务了 但是为什么现在就行了 当时就不行 就差异在什么地方啊 差异在于就是首先这些人是有一个固定单数了 就是现在的这些给大家做跑腿服务的人 他是有一个固定单数 固定单数是什么 就是午餐和晚餐 就这些人平时是送餐的 在不送餐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帮你去买奶茶 买咖啡 然后买菜 买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也不会跑特别远 就是大概三五公里之内跑来跑去的啊 给你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没有午餐 没有晚餐 这两个大的这个很集中的单量 那么这些人其实他也是养不活的 就这个商业模式是跑不通的 而这个商业模式跑通的大前提就是 你要有一个固定的 可以基本上养活这些人的一个呃 一个单量啊 他才能跑通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兄弟 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很会管理外卖员了 对吧 但是后来这个美团也好 这个饿了嘛也好 包括京东也好 啊 京东这个不是他们啊 京东也是这样 就是他们后来找了一个更奇葩的方式来管理外卖员 是什么呢 就是我就不管你是怎么来的了 对吧 这个我也不会在远郊区限给你租房 让你去包吃包住 对吧 也不给你培训 也不给你做任何事情 我就让你灵活用功 灵活就业 你就你就来就行了 他可以把成本降得更低 啊 这就是这个啊 从六年前啊 这个商商业模式失败了 啊 到今天啊 重新 焕发新春啊 这个重新成功 这是差异就在这个地方就等于时代 其实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就那个时候跟现在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吗 有一些吧 比如说这个疫情了或者是什么了 就是大家更愿意坐在家里不愿意出门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其他的呢 其实变化并没有那么大 差异在什么地方 就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业态的成功和失败 在于说哎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成本降得更低 或者说我原来有一些这种快递员 他们已经可以靠送午餐送晚餐 可以把他这个什么起来了 可以让他乱起来了 他已经满足于这个生活了 不叫满足于这个生活 就是说他这个单量已经可以让他就干这件事 不去干其他事情了 那么在他不送晚餐不送午餐的这个中间的时间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找一些灵活的这种单量 灵活的这种跑腿的事情 让他们去做 然后可以把这个事给他填平 这个事其实是现在啊 这种叫做他们叫即时零售的这种玩法 就是你基本上说我今天去下一个单 比如说我今天想让人帮我去买买买几件电池 或者买一些什么东西 他们就回来给我买对吧 然后一个小时之内给我送来 为什么叫即时零售 就是一个小时之内给你送来 这还是很方便的 非常非常方便 特别像很多比如说买一些蛋塔呀 我还见过他们去帮人排队的 这个像我们家门口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就专门卖猪蹄的特别有名的那店 那个也上过电视网红猪蹄店 然后就每天到12点开始卖 中午12点开始卖 上午人家炖猪蹄吧 到中午12点开始卖 那排队的有一大半都不是他们的人 都是那个什么的人 都是这帮那个跑肚子的人帮人去排队去了 对吧 这个就是 当然12点差点意思啊 12点应该是送餐时间 就其他的很多店里头是有这样的人 像我看那个网红网红的那个猪蹄店 12点开卖的时候呢 排队的好多人是闪送的人 啊闪送是可以跑到五公里以外去拿东西的 对吧 这些啊 这些叫即时零售的人一般是在五公里之内 啊 他们是靠这个叫做啊 电瓶车啊 靠电瓶车啊 闪送一般是要靠摩托车的 现在呢 就是啊 京东啊 推出的这个服务叫什么呢 叫京东附近啊 就是他会把周围 就是你所下单的这周围的五公里之内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这个啊 零售店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啊 超市 什么水果店 什么这些东西都给你串起来 啊 然后呢 你就不用去了 你可以在这下单 然后他直接给你送来 哎 他这有人跑腿 啊 这个事还是挺方便的 然后呢 美团呢 叫美团闪购 阿里呢 基本上是走的河马的条线 然后京东呢 咱们刚才讲到说这个 他是不是也是灵活用功了啊 说刘强东不是说我所有的兄弟都是这个 快递员都是我兄弟 然后我要怎么怎么样吧 啊 这个这个事呢 其实是搞不了这事 就是啊 这种这种这个叫做啊 及时零售是没法啊 让他的兄弟去干的 就是京东的这个啊 附近这个业务是包给叫达达了啊 达达宿敌达达宿敌呢 也是这种就是灵活用功的一个典范啊 像这个我心想里饿了吗 什么好像用的也是达达的 就是很多说哎 我现在想做这个活 但是呢 我又没有这个快递员怎么办 你可以上达达去包啊 他会统一给你处理这个事 所以他现在的这个玩法就是 我现在想买任何东西 但是你不要饭点买这个东西 你说我及时零售了啊 我现在想买买买一瓶这个酱油 对吧 你说我现在等着做饭啊 这个事呢 你就不要干了 除非你是阿里的那个也费劲啊 因为我们家干过这个事 就是这个等一等一道菜下锅啊 等一道菜上桌吃饭 然后那个想着12点他能送来 就是定的那个河马的 河马 因为他不会送那个 他也送早午餐 但是这在这个时候你就时间就没法保证了 所以他最后是大概12点半还是到多少钱送来 然后大家只能饿着路在等 这个事就不太好 就是像这种啊 及时零售呢 最好不要赶在饭点 你说我比如说10点钟11点钟 然后你跟人约说你给我送来 这个事还是比较靠谱 从11点往后到一点这段时间啊 基本上叫饭点 你在这个时候叫及时零售呢 你就在跟这个送餐的人再去抢单啊 这个事呢啊就不太不太容易实现啊 不太容易实现 所以现在这种啊 业态就是啊 五公里之内 所有的小菜场 小商超 小的这个呃便利店 然后你可以从那个地方直接买到东西 然后呢 由这些呃平时的送餐员 然后那个帮你去呃付款去买东西 然后还可以帮你做一些这个呃 其他的事情啊 现在咱们经常看到的说那个美团外卖员可以干一切 对吧 上来炒菜 然后上来这个什么做做糕点上来这个这个切菜上来洗菜上来切水果什么这个东西他全能干 因为呢他们这确实啥他都干过啊 这个也也挺好的 所以这个就是叫及时零售啊 这是一个新的业态 这个现在我们讲所有的这些业态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啊 在向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像皇帝一样生活像富翁和皇帝一样生活 比如说啊 我现在需要的任何东西啊都有人可以给我来送啊 你想咱们最早的时候你必须要啊买东西要送快递才可以有人给你送对吧 再往后呢说我们可以送餐啊可以买外卖啊可以送餐啊我记得送餐以后呢开始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水果切啊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旁边路边水果店说现在请帮我送这个水果切就是他把那个西瓜呀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给你都切好 然后装在盒里你拿到手里以后呢直接把那个包装一丝拿鸭签就可以吃了很方便你不需要这个再去起呀再去弄什么这些东西都不用对吧拿手就可以吃 然后包括他们有好多那种水果切是拼的啊什么西瓜什么火龙果什么这个草莓什么的啊或者是什么哈密瓜啊给你拼一大盒啊 就是说大家很多公司嘛要吃下午茶啊就买一买一堆这个东西很方便啊是从送餐完了以后再多的是这个再往后呢是这个叫做奶茶和咖啡 就是奶茶啊包括什么喜茶呀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呢包括这个瑞幸啊然后再往后是星巴克啊开始送这些东西 最后大家说算了咱们既然奶茶咖啡什么水果切什么都送了 咱就把所有你在五公里之内能买得到的东西我就全给你送了就完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经常是在街上啊每天早上起来在那个看到一帮穿那个黄马甲就是美团的人啊或者是蓝马甲是那个饿了吗的人还有一些哎我忘了河马好像也是蓝马甲 对吧然后他们就会站在那个地方驯化就后边一排的那个电动自行车然后一帮人啊穿上马甲戴上黄头盔或者蓝头盔然后站在那驯化 然后他们驯完了这些人就开始分散开给开始给大家送菜啊现在大家打开美团APP以后第一件事就把你引导到这个地方去让你去做这个美团闪购 啊这个呢还是啊我觉得是现在叫一切啊基本上你在五公里之内的所有任何东西你都不需要出门都有人给你送来 然后呢所有东西都有人来修有人来处理对吧家里咱不用会修车也不用会那个什么修各种电器啊也不用会拆装 家具什么都不用对吧现在原来是五八同城干这个事现在呢更多的这种机构呢也开始慢慢来做这件事情啊这块呢也还是可以的 然后想吃什么呢就就能吃得着对吧咱们前头还说专门做了一些视频讲这个叫预制菜对吧这个现在咱们比如说想在家吃浮跳墙想在家吃什么 这个花椒鸡什么这个东西就有人给你做好然后现在还给你送来啊你不用自己上那个店里去买去啊有人给你送来 哎我觉得现在呢就再往后一步发展现在还有哪个东西现在没做出来呢就是叫对话式购物 这个这个真正的国王也好这个这个富豪也好他们是不会到店里去买东西的 哎他们也不会到电商那个地方自己去搜索 哎他们买东西是专门有管家或者是有什么这些人来帮他买 哎所以我相信可能这个呢是在下一步会出来的对话式购物 就每天他会跟你聊天扯淡啊说最近你出来什么东西哎那买一件吧 然后他就直接给你买回来他知道你的尺寸知道你所有的这个啊这个叫什么东西啊这个喜好对吧 哎可以干这件事这个呢现在其实啊已经在发展啊就是要做人工智能客服 这块已经在发展但是发展到最后我相信啊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就是对话式购物 啊这块呢啊其实前面有过这种东西啊就是美国原来有一个这样的创业想就是你给他发短信给他做所有事情 他来帮你去回复帮你去做啊叫各种服务啊包括现在这个 这个sary啊苹果的sary然后这个谷歌的这个 这个助手还有像现在为什么小米啊这个华为啊都在开始出这个啊语音助手实际上他们想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啊 你如果能够通过对话式购物了那等于所有的这些语音助手就是第一购物入口 那到那个时候呢啊淘宝就又改危险了啊咱们呢就是稍微的展开一点来想一想说未来的发展会变成什么样 就每一个人像国王一样生活啊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啊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讲到这啊叫及时零售一个有趣的新业态 现在呢就是变得非常非常方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事是不是只有在北上广深有啊是不是在这个很多二三线城市是不是都有啊啊也不知道国外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 因为听我节目的人应该是哪的人都有你们可以听的时候告诉我啊说你们当地是不是有这种东西是不是有人来啊抛腿替你们来把这个所有事情都搞定 当然我估计可能像美国可能比较难因为特别像那种地广人稀的地方这个事就不那么容易吧五公里之内可能啥也没有 这个但是你比如像日本啊或者像一些这个比较集中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啊大城市里边这个这种服务应该还是可以的 这个我记得以前还有人做过类似在欧美做过类似这样的创业就是啊跑腿服务啊这个里头还是要呃 其实还是要解决前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如何能够解决这个临时用工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说让他们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啊工作量能够支撑他的这个 因为这种啊即时零售这个事呢他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单量啊所以他要有一个基础的比如说呃送菜或者是这个呃 就比如说这个河马啊送菜或者是这个呃美团送饭他这两个单子啊这个已经可以让他这个呃快外面员已经可以这个呃就是说养活他自己了 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让他在呃不送饭的时候啊去做这个即时零售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玩法啊 啊好啊感谢大家收听啊欢迎点赞啊点小铃铛啊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啊再见 我们的discord